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古论金 我是老潘 刚才这个麦克风没调好 这个导致刚才我白录了 所以我现在又重新录一遍这个视频 比特币现在有一些反弹 这个反弹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他的这个反弹 反弹是因为一小时线上跟四小时线上的极度超慢导致的 这个反弹呢 我个人认为不会走特别的远 首先他RSI在这个除了这条大的下行压力线之外 还有一条非常短期的下行压力线 这条下行压力线非常的陡峭 像这种特别陡峭的下行压力线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多头只要稍微拉盘 他就可以打破这个下行压力线 现在呢多头正在试图打破这个下行压力线 他打破之后可能会小幅回来回撤之后呢 很有可能会再往上走去 冲击这条大的下行压力线 但是很有可能冲不过去 冲不过去就会继续往下走 所以呢这个走势现在一个反弹的走势就很有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 一般来说现在是周三周三到周四周五 一般来说呢就算比特币有大的下跌也不会特别的大 一般来说到这个下周 一个回调就是一个A 然后B再C 然后再A再B再C就这样慢慢的下去 偶尔会有这种反弹 但是呢不要对这种反弹抱有太大的希望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比特币到现在从他的高点已经往下下跌了 接近17.5% 到现在呢你可以慢慢的去积累一些仓位了 如果你在上方有机会卖掉 那现在可以开始慢慢的积累一些仓位 我现在就开始慢慢的买入一些比特币跟以太坊 但是呢只是非常小的仓位 因为我认为这个跌势还没有跌完 所以呢只是慢慢的买入一些小的仓位 防止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装甲认为现在跌的差不多 他就不让价格再继续跌了 然后呢就从现在开始拉盘 给你拉到这个7万多往上走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会为令人措手不及 所以呢我现在开始慢慢的买入 但是只是小仓位的买入 还有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也是如此 他有一个日线上下行压力线 已经是先于比特币突破了 这个下行的压力线现在突破之后呢 可能还会再往上涨一波 但是呢可能涨不会涨特别的高 比如说涨到接近这个3500或者3600 他就会继续往下跌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那么比特币这个反弹也是各大山寨币对他有这个需求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山寨币都到达他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以太坊在这个地方就有一定的支撑 还有他之前在这个地方也是他的一个价格经常碰触的地方 所以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 所以呢 以太坊现在就需要反弹 那其他的山寨币也是如此 像这个ODI 这条上行的支撑线 他碰触到了 所以有这个反弹的需求 OP还有arbitrum都是如此 OP现在是重新回到了他之前旧的这个automite的附近 所以呢 他也有这个反弹的需求 还有这个arbitrum也是如此 之前他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价格 这个地方也是他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这些山寨币都回到了他们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AVAX 这个也是之前他这个地方的一个高点 所以回来回来回撤这个高点 所以这些山寨币呢 他们都有这个一个回撤的 都有这个反弹的需求 所以呢 他们最近的反弹都是比特币的反弹 也是跟这些山寨币需要这个反弹息息相关 老大的这个反弹就是让大家都有所喘息 但是呢 并不能表示这个跌势已经结束 有很大的几率这个跌势还没有结束 但是如果你对其中一些山寨币感兴趣 比如说你对op或者是arbitrum感兴趣 他们已经跌了40% 就应该开始慢慢的积累你的仓位了 好 这是山 这是这个加密货币 然后我们回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三大股指 三大股指呢 现在走的并不是特别的好 在一直在这个地方震荡 这个震荡呢 而且是一个价格的往上走 RSI的往下走的一个震荡 他们可能最近呢 如果走的好的话 突破了这一条RSI的下行压力线 现在已经是稍微有一些突破 这个突破回调之后再继续往上冲的话呢 这些股指可能最近还会再往上涨一波 但是呢 最近这个英伟达有一些伪 就是英伟达走的不是特别的好 这个市场的领头羊 有往上冲有困难 就会让这个市场呢 往上走也变得比较困难 英伟达在这有一条上行的下行 上行的支撑线 叫支撑线现在没有被跌破 如果他跌破了这条上行的支撑线 价格很有可能也会跟随 他这有一条上行的支撑线 如果价格上RSI先于价格跌破的话 那他的价格很有可能也会跌到800美元以下 第二这条线的下方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很有可能会让三大股指来一个大的比较大的回撤 暂时来说三大股指然而在震荡 这个震荡很有可能是等待这个FOMC 就是今天会出来一个新的这个决议 利率决议 那就是今天可能下午三点 一点到三点左右就会出来这个决议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决议呢 基本上都是同样的论调 那就是今年某个时候会加息 那不告诉你去确切什么时候 市场现在认为是在六月或者六月之后啊 会会降息 不是加息 只要这个论调不变 这个市场很有可能呢 就有进一步上涨的可能性 可能这些讲话 这个Bowser的讲话会给这个市场带来一定的波动 但是波动结束之后 这个市场还会再继续往上慢慢的走 但是呢 我已经开始慢慢的削减我的这个股票的这个仓位啊 防止呢 这个出现大的这个市场波动 因为这种顶背离的走势啊 并不是特别的安全 所以呢 我要把一部分的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啊 仓位给平掉 减少自己的这个风险 好 基本上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些内容啊 另外一方面 我这个女儿昨天谈了一个 一个原神的游戏的这个比较治愈的曲子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 我还配了一些这个动画 感觉是挺治愈的啊 大家可以有兴趣 朋友可以点进来支持一下小朋友 好 那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祝大家这个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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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